大家好,我是美厨娘 今天做了经典下饭菜,四川回锅肉 提醒大家,做这道菜的时候一定要多蒸一些米饭 不然肯定不够吃 做回锅肉,我选用的是五花肉 猪皮朝下,在锅底蹭几分钟 烧掉猪毛 等闻到一股焦糊味 底部起大泡,变得焦黄的时候 拿出,用刀刮干净 再用水冲洗一下 清洗干净之后,冷水下锅 放入生姜,大葱,还有料酒去腥 加入一勺食盐,增加底味 而且食盐也有去腥的效果 水开以后,先撇一下浮沫 写去浮沫之后,放入几粒花椒 关成小火,盖上盖子,炖20分钟左右 趁着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配菜 蒜苗必不可少 蒜苗用刀背拍散 然后斜着切,切成长一点的段 蒜白和蒜叶子分开放 红辣椒斜着切 切成不规则的形状 配个颜色 分别放在盘子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料头 生姜切丝 大蒜切成蒜片 大葱切的和蒜片大小一样就可以 20分钟以后,肉大概煮到了8成熟 捞出直接放入凉水中 这一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不烫手 然后把肉块分成两份 再切成片状 尽量切薄一点 如果放完全冷却之后再切更容易定型 大家看一下,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放入碗里备用 锅内放入食用油 油量不需要太多 油热后放入肉片 大火煸炒 把里面的水分炒干 接着放入葱姜蒜 继续煸炒 煸炒出葱花的香味 炒至肉片微微发卷 放入一勺红油豆瓣酱 川菜的灵魂 继续煸炒 把豆瓣酱彻底炒熟 炒出香味 炒出红油 再放入一勺甜面酱 一勺豆豉 一勺酱油 从锅边淋入 继续煸炒 炒出酱香味 最后加入一勺白糖 白糖放早的话容易粘锅 翻炒均匀 加入红椒 还有蒜白 一起翻炒 翻炒至辣椒断生 炒出辣味 最后放入蒜叶 翻炒几下 关火之后撒上一点点味精 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放 翻炒均匀 出锅装盘即可 咱们家常版的回锅肉就做好了 虽然谈不上正宗 但是保证让您胃口大开 肥而不腻 味道香浓 如果您有更好的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喜欢的话赶快收藏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